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瘦一到兩公斤 就是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大概一到兩公斤 平均值當然有的人會瘦比較快 像男生他可能一個禮拜 搞不好會掉三四公斤都有可能 第一個禮拜 可是後面就不會那麼快 因為我一般我們講 胖的時候 減肥的時候是水 水會跟著消失 所以你掉的體重 第一個禮拜有一半是水 有一半是脂肪 可是到第二個禮拜開始 就沒有水了 就全部都是脂肪 所以當然就會比較慢 所以一般來講 是一個禮拜四 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是0.5到1.5 體重只是一個指標 還要注意另外一個指標 如果你只是注意體重 會有很多迷失 會有很多打擊 注意什麼指標 注意尺寸 也就是說到你後半段 也許體重不掉 可是尺寸再小 所以你穿的褲子會變鬆 可是體重不變 但是尺寸會變小 對 那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說他的脂肪 轉化成肌肉 或者骨頭 對 所以他體重沒有變 但是你的尺寸會變小 所以只要尺寸有變小 你就不用灰心 就繼續 克帆你在尺寸變小 有沒有好開心 就是褲子一條一條這樣 我因為之前應該算是 中廣型 然後就是褲子是從三十七腰吧 現在穿的是三十二到三十三 恭喜 開心喔 還滿開心的 所以腰就掉了四吋 是十公分了 有了應該有 哇 太開心了 好接下來鴨鴨說 只吃留職當神仙 因為那時候就真的是 有胖 你胖的時候有多胖 我們先看照片好不好 男生確定是你啊 對男生 這是多久以前 大概 算三年前啦 三年前最胖那時候幾公斤 七十 七十現在四十五OK啊 四十還是四十五現在 四十五 可是最瘦我到四十 怎麼瘦的 怎麼瘦到 對 就是那時候都會喝這個 而且要無糖喔 一定要無糖 然後 而且就是肚子會餓到不行 就是狂喝水 然後要不然就是喝蔬菜果汁 那種東西 你的意思說三餐都只喝 牛糖豆漿 天啊你這個 就是牛脂的 對啊 就是牛脂的 他會不會比如說有其他的 病變可能的一樣意思 這種叫做比較特殊 特意的減肥方式 就單一食物或者是 就是所謂的阿金減肥方式 這種都是比較特殊的 就是營養不均衡 這時候不建議超過一個禮拜 是可以用 它有效的 有些是 只要你低熱量都是有效的 只是不建議超過一個禮拜 可是我維持還蠻久的耶 維持多久的 你說已經幾乎快要一年了耶 都只喝流汁 所以就一度就是掛到急診 就是我餓到已經 就是我已經胃痛 然後去掛急診 然後也是 你都怎麼忍住沒有偷吃啊 因為我們減肥都會偷吃 趕快去睡覺 晚上不是會很餓嗎 我餓到餓餓餓 很痛 趕快去睡覺 然後會餓到就是已經 就是已經覺得睡覺 連自己睡覺都覺得自己在活 在暈 對 對 妳是什麼動力讓妳這樣 意見沒有 就是因為以前很胖啊 然後因為我曾經有 就是因為那時候是找到一份工作 是在服裝店 然後現在台北也很多啊 那種賣的衣服 就是那種女生賣的衣服 超小 超小件 然後那時候很胖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我同事就說 欸 你穿得像裡面任何一件褲子嗎 天啊 講這種話 然後就 然後就 啊 交錯朋友 如果你認識納豆 就會開心很多 對啊 褲子褲肉 褲子褲肉再做給妳吧 就為了 就真的也是單純是為了漂亮 想說 下地決心 但還是真的不要過頭啊 還向醫生的建議 太激烈 方法不要超過一個禮拜 真的 我要問問大學生就是 還知不知道有聽說過 吃什麼樣子的東西 可以瘦 小白吃那個真的可以嗎 我是真的 網路上看到的 加拿大進口 嗯 然後但是其實沒有很貴 但是如果以學生來講是蠻貴 我只買過一次 然後我吃了 就是一個月 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效 欸 可是我吃那個軟糖 我真的又沒食慾欸 可是我會吃的很多欸 我還是會覺得開胃 因為吃了甜的就想吃鹹的 我們來問醫生 那個糖你 你知道嗎 知道的 對 所謂的好像在宣稱說 減肥糖 對 實際上就是說 它只是讓你糖分滿足 騙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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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你來講 就是我剛剛講 我就是 每個人的反應會不同 有的人吃糖 吃甜的 他會覺得吃了會很滿足 然後呢就 食慾就會下降了 那有的人不是 會越吃越想吃 就像他一樣 尤其他本來的體質 就不適合吃甜的 本來是適合吃鹹的 就每個人口味不同 有的人喜歡吃鹹的 有的人喜歡吃甜的 那你本來體質不喜歡吃甜的 可是你是喜歡吃甜 鹹的 但是你拼命要去壓迫自己去吃甜的話 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像這一包 就是它都會寫 真舒暢 然後會 喝下去就會 幫你排便嘛 對啊就是 因為好像我們 常會累積一些素便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在身體裡面 所以真舒暢 就舒暢了之後 就是其實你會 就是突然掉一公斤 然後你喝完這個 你就那一天 就盡量少吃一點 就真的會 把那一公斤瘦的都瘦下來 可是如果你多吃 就立刻回來啊 我就是 再把 再喝一包啊 再買一包就對了 對啊 好圓圓 可是我之前就是有聽過 像瓢蟲這樣的案例 然後我之前也有 就聽信 然後直接去網路上買 結果我吃完以後 隔天我拉到不行 我連走路都會覺得自己露出來 超舒暢的 就是 可是問題是說 我覺得就是吃完以後 你會覺得 就是兩三天以後 你會覺得自己真的缺水 缺得很嚴重 就皮膚什麼 這怎麼回事 醫生那個酵素是 脫水啊 它是就是透過腹瀉的方式 讓你脫水 因為水也有重量嘛 對 如果你尤其是 你是水腫的體質 就是比較容易這裡腫那裡腫 然後月經來會腫的 那你一脫水就很明顯 掉了兩公斤 就很高興 實際上可能掉的是水 不是脂肪 對 所以你還要去測它的體脂肪 這時候體脂肪會比較高喔 你雖然體重是下降 可是體脂肪是往反方向走了 那你就小心 這個減到的可能是水 水不是脂肪 杜拜印度粉是什麼 印度不是只有神油嗎 沒有 它是一個很天然的植物的那個果子 有點像那個車錢紙喔 它就是防止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東西 你就是吃東西前喝一杯 然後你可以泡果汁啊 或養樂多 就是冷的東西都可以 然後喝下去之後 你還是可以吃飯 只是會吃得比較少 然後素便排得非常乾淨 這邊有笑聲出來 你是也有用過素便排泄法嗎 客帆 我跟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兩種人最痛苦 一種是大便大不出來的人 真的啊 一種是一直跑廁所去拉的人 腸躁症 我有一次 一個是減肥的經驗 就是 那是一天拉12次 我有算過 哇 然後我就 就類似那種 他不知道開什麼藥 然後他分量 他說你想很快做嗎 我想我想 那我跟妳下重一點 我說好啊好啊 中藥 西藥 應該是西藥 嗯 我拉到是怎樣 就是我在台上演短劇 我剛剛 吃了拉的要還可以演短劇 打白雲哥一巴掌 沒我的事 然後我去拉 拉完回來 換他打我一巴掌 大概就是 在錄影的時候 就拉了六次 我的天 你會不會拉到 剛剛門都不想關起來 我短劇才四段有 我就拉了六次 那這樣瘦了多少 當天瘦了一公斤半 有 但第二天我喝 我就覺得很渴很渴 去買那種 寶礦力酥 跑啊 一補又回來了 就馬上回來 就像那個 你喝最久的第二天 其實是會脫水 脫水 可是你那天只要有喝什麼 運動飲料啊 你口渴啊 馬上回來 那就是水分 對啊 不過還是要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營養師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減肥的食譜之類的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就是三角飯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巴樂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無糖的高鮮豆漿 那是一頓嗎 一餐 對 還有一個就是優格 優格有一份 它這邊沒有打到 也要無糖的 沒關係便利商店拿得到就可以了 有糖的嗎 對 也可以 沒有關係 這邊的話可以先請大家猜猜看 熱量大概是多少 350到400 因為三角飯糰 家裡的包龍蝦 包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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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很好耶 對啊 好 差不多是多少 中醫特殊減肥療程 讓張克帆吃盡苦頭 針灸埋線 利用這麼長的針 然後這雙針頭的針 插到身體裡面 舌板也有 有 痛到我 是會痛吧 超痛 沒那種腳趾 啊 你說這個指縫中間這裡 前三天是 等於是只有喝水 沒那麼痛苦 然後還是不能吃 你還瘦多少 第一個禮拜就 哇 哇 大學生了沒 五百 五百 五百也不少耶 很多耶 雖然它的熱量不低 但是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其實它的 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碳水化合的部分 它的部分就是主要在飯糰這邊 那其他優格裡面有佔一部分 那其他就是主要就是一些蛋白質跟水果的部分 所以它整個熱量的攝取雖然是不低 但是如果說你一餐裡面這樣子去吃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達到那個減重控制的效果 我們今天減肥法還有很多耶 趕快要介紹不然來不及啦 減肥十六招之特效療程篇 好 我們來看到啦 我們來看到啦